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文文 那么今天微笑练习教程来啦 主要针对以下问题 笑漏牙龈 笑出鱼尾纹 笑出苦瓜脸 我翻看自己之前的照片就一直是同一个表情 真的没有一张照片是不尴尬的 我因为是舞蹈专业 大学也开始上了很多跟表演相关的课程 再上后来有在做兼职的模特 这长时间和舞台镜头的互动 慢慢的也摸索出了一些 让我们的笑容好看又有感染力 特别是相对上进的一些小技巧 在笑起来的时候要控制我们眼周的肌肉 特别是卧蚕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嘴角要会发力 唇中放松 然后我们的下巴要向下用力 哇 笑起来都要考虑这么多费尽心思 那我其实很不快乐 不不不 练习是和自己五官的微笑 不仅仅是为了上进好看 它还可以修饰我们五官的缺点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预防不必要的表情魂产生 可是你说得清楚 你刚刚这里用力那里用力 可是我事实还是不会做啊 别急 我根据自己长时间的摸索练习 整理出了有效步骤 帮助大家快速找到好看微笑的发力点 通过有规律的练习 形成肌肉记忆 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 你不需要思考 也会拥有好看自然的笑容 开始训练吧 一 热身动作 先放松我们的嘴唇 就是你一口气涂完 然后做三到五次 再放松我们的口侧杂肌 就是嘴巴这一周 阿五一 这两个动作是为了让我们待会练习起来的时候 整个嘴巴它会更灵活 然后也更好找到它的发力点 正式训练动作开始 注意在整个练习过程中都是对着镜子去做的 你才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 是否适合你以及它是否好看 放松唇珠和唇中不动 它一定不能用力 然后嘴角向上 这个动作是针对笑起来喜欢漏牙音的人 就是这一块肌肉过于紧张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块放松 然后练习笑的时候自然是嘴角发力的 接下来上下门牙咬住筷子 然后你的筷子也咬住之后 一定是不能倾斜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左右脸不平衡 所以这个动作是去纠正微笑的弧度 让左右的表情弧度是一致的 在你咬筷子的时候 我们刚才第一步不是在练习嘴角向上吗 你就要带着刚才那个感觉来找第二个感觉 是叠加练习的 这样子 你要看自己的筷子是水平的 哎呀 第三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了 其实在我们笑的时候 不光是我们的嘴巴好不好看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眼神怎么去穿搭 才会更有感染力 我们笑起来的时候眼周是用力的 特别是卧蚕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要用力 跟住一点点的 但其实大部分人 如果没有去感受过它的话 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卧蚕的感觉 如果你是本身就没有什么卧蚕的人 这个动作 不仅是能够教你找到卧蚕的发力点 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卧蚕更加的明显 我周六直播的时候 有现场两边眼睛对比的做了一次 当时看了直播的人 可以在弹幕里告诉大家 是真的真的有效果的 那认真听了 就是你两个手推住我们的眼角 但只是压住就好了 不要去拉扯 这样是不对的 压住之后 我们的下眼眶 就是这个位置 要向上用力 当我们能够轻松的控制眼眶 找到卧蚕发力的感觉 在笑的时候 用这个下眼眶发力 最后一步就是对着镜子 自我观察 自我调整 调整适合你自己的微笑 这个就存在一个判断自己的脸型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圆短脸的话 那你可以笑的时候 然后下巴这个地方发力 这一块 你看这个位置 你不笑的时候它是平的 但是你笑起来说 这一块发力 然后嘴角稍稍向上 带一点点就够了 就可以修饰我们下巴短的问题 而且它可以把你的笑肌提高 然后再同时卧蚕发力 可以很好的修饰脸型 就有一个很上镜的表情 相反如果你是长脸型 然后脸又偏窄 颧骨偏高的话 就不能用下巴发力去笑 这样的脸龄更长 那我们就要用嘴角向上的同时 可以向旁边 就是有一点抿着嘴巴的感觉 像这样 就是把这一块肉绒推出去 我是短脸 所以我这样笑就会不合适 就有点憨憨的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就是脸偏长偏窄的 这样笑 就会显得比较有元气 比较减零的感觉 我根据这两个大原则 来分辨更适合我们的笑容方式 对着镜子 反复练习 戴上你的卧蚕 眼眶用力 然后嘴角向上 然后我原谅的话就再把发力 对着镜子 从微笑 明嘴笑 然后到 巴克雅笑 你可以对着数 12345678 像我现在养成习惯 就是我哪怕 闭着眼睛笑 我相信它也是巴克雅 再到放开大笑 大笑不是 哈哈哈哈 这样笑 大笑是 笑开 就是你的牙齿 可以不咬合 就有一点啊的音 啊 反复的练习这三色进阶 这样就可以形成肌肉习惯的 好看的笑容 在有了好看的笑容之后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要拿手机的前置 拍一拍你的左边脸和你的右边脸 来判断一下哪边脸是更上进的脸 找到自己更伤心的那边脸 加上合适自己的笑容 再也不怕自拍和合照了 希望这期表情管理对你们有帮助